师尊怎知沈道长会答应帮忙 沈桥能带着宇文宿顺利离开长安 也亏普六如坚从中周旋 既欠了别人的琴 他定会找机会还清 否则对修为和心境都有妨碍 沈道长与隋国公不过几面之缘 别人待他一分好 他要还别人十分十二分 更何况我刚上青城山救了他 有这点恩情在 他断不会拒绝我 你在长安先打电话 我与他过来只管救人 不管其他 师尊放心 隋国公已让大多多知会惩罚 确保你们顺利进城 其余事宜等见面在意 你见了沈桥 要以礼相待 是 师尊 沈桥这人不少 我的态度他不可能毫无觉察 暗里是要逃的 只不过 比起言语和行止上的纠缠 当时眼前普六如今的事情更重要些 如此 我已是准备再度继承 去往长安 十五与七郎 需在泰山上多盘缓些时日 您切记 都听岳长老的话 这般认真严谨 多一分则显古文 少一分则偏虚 偏偏在他身上理所当然 毫无违和之处 掌柜的 劳烦帮我把信交给一站 送去泰山陛下宗 好的 道长 你用得着去哪儿 都跟徒弟抱贝 他俩寄人了一下 平日再怎么还笑 心中也会有不安 互通消息 总能让他们放心一些 况且 我不是燕宗主的对手 由前车之鉴在 未敢再清醒 走吧 本座纵横江湖数十年 就算不以身份武功 押人倒贴过来的男女 也数不胜数 平生头一回 在某一个人身上 如此花费心思 若还不能守到亲爱 那前头也算白活了 不如一头撞死算了 驾 进江文学城 梦西石原著 猫儿FM 携手英雄联盟 升罗万象 联合出品 古风武侠广播剧 千秋 第十三集 古六如今虽急 可也没急到片刻都等不了的地步 现在已经傍晚了 先在此地歇下了 那就住一晚 明日再进长安城 两位狼军用饭还是住店呢 住店也用饭 包间里的桌子都空着 狼军随便坐 二位可是要两间上房 是 对了 若有热水 也请送到房中 好 小的呀 先让人上菜 等吃饱了 热水也烧好了 二位狼军 是兄弟吧 感情可真好 我们不是兄弟 那是 没法子 他这两天与我闹别扭 都说十年修得同传度 百年修得 那个啥 您二位都是人中龙凤 请好请 想必也不一般 既有这个缘分 还是互相让一些 喝气生财 喝气生财啊 二位快请坐 小的这就去安排房间 燕总主 何顾隔了两桌才坐下 我一看见你的脸 便想伸手摸一摸 可我又答应了你 以礼相待 只得离远信 免得我在你心中 又成了毫无信仪的 反复想人 那你方才过意误导掌柜 以礼相待 又从何说起 我哪里误导了 我们不是兄弟 这却难道有错 闹别扭更是事实 那掌柜自己误会了 实在怪不得我 你要求的我都做到了 怎么还不满意 阿乔 本座这辈子 另眼相看的人不多 愿意相让的更是没有 你是唯一一个 我宁可不要这样的特殊 那可由不得你 燕总主的心意 我也是令人无法揣摩 我姿质平平无奇 到底哪里迎得你另眼相看 今日既然将话说开 能否请燕总主坦诚相告 阿乔 你的好处我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就方才那热水 你是特地为我要来洗漱的吧 但只心软这一点 这世上就无人比得上 心软何时也成了好处 我只记得 燕总主向来看不惯 心慈手软之人 要不怎么叫情人眼里出西施 喜欢一个人 难道非得说出什么原因吗 你不能因为我喜欢出言戏谑 就觉得我一番真心是假的 这让我情何以堪 你 你吐血了 是酒里有毒 完心则乱 阿乔你真是口是心非 你没中毒 去决时不小心磕破唇齿而已 可能上火了 上火能伤到吐血 骗鬼去吧 我一下 你准备好 你准备好 是不是 来 来 来 这都出什么事了呀 排队机场啊 哎 过来 你挑的是什么 打步行程了我看看 鬼人看 快看那边 是那个道士 哪个呀 上次护着两个小红 单枪匹马杀出成的好汉 刘大都督有令 若看了那个姓沈的青衣道人 直接放行 那他身边那人呢 楼方 请不要生长 是 阿桥神色为何如此严重 方才进城时 那些士兵看你的眼神 仿佛老鼠见了猫 既不得逃跑又不敢旁 进退两难间还加了一丝静步 那长门激战 还被人编成段子歌谣 百姓或许不知道 什么天下第一高手 齐凤阁 却绝对知道一波云天 武功高强的沈道长 好了啊 到时候是否了 你 你想问我为何 敢明目张胆地回来 世间大会一场混战之下 桑景星和袁秀秀 必然有伤 不可能那么快赶回来 长安现在就一个雪亭子 至于宇文云 他当太子时 我曾调教过他 他心直惹不起我 就算有人告到他面前 他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看来 宇文云也不是全无本事之人 宇文云在驾驭陈下 分化掌控不同势力方位 还是有几分本事 但他的本事也仅止于此 若宇文云肯听我说 我立宇文县为储君 周朝骑马克宝三代平稳 你还跟宇文云说过这样的话 不然宇文云登基后 为何立刻对宦月宗下手 他恨死我了 可惜啊 刚聪明了一会儿 转头就去大兴土木见皇家园林 还带着嫔妃宫女白日轩吟 宇文云九泉之下若是知道了 估计能弃活过来 可惜 宇文云终究脱不开 凡俗的桎梏 目光狭隘浅薄 非要儿子继承皇位 劳碌一世 被亲儿子所杀 心血还化为乌有 真是自作孽不可忽 你自己还不是被几大高手 围攻得差点一命呜呼 说宇文云谦薄 你又移民到哪里去了 阿乔 想不到你正人君子 竟也学会不当面开口 在背后付费他人的毛病了 这可不好 到了 燕宗主来了 师尊 沈道长 听说前阵子 幻月宗遭遇不少变故 奈何我非江湖中人帮不上半点忙 还好燕宗主安然无恙 沈道尊也是 如今风仪更胜往昔啊 随国功客气了 当日我带着七郎离京 跟你暗中相助 此事我还未道谢 举手之劳 何须记挂 我在外头收到大郎的信 说你这边出了点麻烦 的确是 前些日子皇后千秋 陛下没有大半的意思 只赏赐了些东西 让卓京带长子和次子 入宫贺寿 谁知进了宫 卓京就叫人引开了 回头却被告知 皇后自念兄弟 要留他们用饭 还请夫人先行离去 等殿下与两位公子续完话 奴子会送他们回府 我两儿都不足十岁 而且夜夜惊觉 离了人便无法入睡 我如何能丢下他们独自回去 我要亲自与陛下说去 且慢 夫人请回吧 这也是陛下的意思 来人 送随国功夫人出宫 夫人请请 你能做什么 放开我 我要见陛下 放开我 陛下 那之后 我与卓京再没见过皇后与全子 陛下不肯放人 宫中又有雪亭禅室坐镇 高手如云 肩破不得已 只能相求燕宗主了 我说句不好听的 随国功如今万事俱备 指迁东风 就算没了这两个儿子 你还有三个 其实与大举无安 只要窥然不动 宇文云就没法威胁 虽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可骨肉至亲 如何能轻易割舍 有些事 坚做不出来 假若我连轻生骨肉都能弃而不顾 只怕燕宗主 也会瞧不上我吧 你确定他们还活着 确定 皇后前人冒死送信出来 犬子就聚在皇后宫中 至今一群有余 把你的儿女救出来 你就要做好与宇文云翻脸的准备 就算他们打不过我 破冠破摔直接杀了你的儿女也不是难事 是 正因如此 我心中惶疾 不知燕宗主有什么好法子 宇文云不肯放人 但没在明面上撕破脸 你们以送东西为借口入宫 再死寄救人 只有这么一个法子 世尊 那让弟子乔装改办 混入宫中 将人救出来吧 你武功尚欠火候 队上雪亭只有死路一条 我的身量太过引人注目 也没练过苏骨公 乔装改办雪亭老徒驴 立马就能看出来 得找个武功高强 又能随机应变的人 届时我在宫外接应 这 凭道不才 救人以命功德无量 倒也愿意一事 不过 我对宫里道路不熟 怕还会救到人 就先迷了路 沈道长出马 兼求之不得 只是 兼虽忧心亲人 却也不敢贸然将道长置于险地 听说四月初八佛弹 雪亭禅师会提前离开皇宫 去清凉寺祈福 届时 我多派些人在沈道长身边 一是带路 二是给您当个帮手 贵精不贵多 还是我陪沈道长入宫吧 另外再派两名侍女 宇文云不是傻子 人多了 他也会生疑 也好 那就四月初七 隋国公府会合 进宫就人 师尊与沈道长这几日 先去我那里落脚 对外那是一名理性商家的宅子 何幻宗一时半会儿还查不到 临走时 隋国公让我把这件东西 转交给沈道长 这 先前你说会有天大的好处 你是早就料到 他会将北州内宫的 珠阳策交给我 我又不是神仙 怎么可能未卜先知 我只知残卷在他手里 他想让你帮忙 就得拿出诚意来 你现在的功力恢复可期 不过珠阳策一脉相承 若内容缺失 对修行也不利 所以就算没有这一次的事情 我也会从他手中要了给你 你 阿乔不必如此感动 这节内容我早就与你说过大概 普六如今此举 不过是锦上添花 等销唯我给你更好的 你再感动也不迟 你再感动也不耐 victims 都不耐给你 你这件事 当你昔天才能忘记 让他访 impair 隋国公莫及 我们既然答应了 就不会失焰 边大夫 燕宗主沈道长 燕宗主料事如神 陛下还不想撕破脸 虽拒绝酌惊入宫 但允许我们 稍些吃食加书给皇后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贵宗的女郎们 已经帮忙准备好了 宗主 大郎君 这 你怎么没与我说过 老男搬女装 外男怎么可能 随随便便就入宫 还是后宫 我以为你早就知道呢 没事 我也要换女装的 进去后我们无需出声 用传音入密对话即可 委屈沈道长和边大夫了 义戎不是像霍西精那样 一张人皮面具附上就行了吗 霍西精那种换脸书 须将人皮用密法炮制一年半载 且面具与换脸的人 也要轮廓贴合 否则很容易看出破绽 还不如改用其他法子 霍西精用过的人皮面具 我都有一张 你想要 不要 道长本就生的英俊漂亮 只需略略修饰 便能化作亲过亲程的美人 可 男子有猴杰 一领再高也无法遮挡 这要如何掩饰 道长交给我们便是 别把他弄得太漂亮了 万一被皇帝看上就糟了 那我们可没法子 再如何也掩盖不了 道长本身的风姿 顶多只能把脸稍稍弄得平凡些 沈姐姐 你看我美不美呀 宗主看 沈道长这样如何 本座眼光就是好 将她的脸色弄黄些个 我从府里找了两个身材高挑的侍女 让他们垫高鞋底同行 这样别人就不会特地注意 边大夫和沈道长了 此番入宫 艰险重重 皇后和全子 就拜托二位了 来者何人 去往何处 四国公处上是女四人 送吃食去清宁殿给天人大皇后 进去吧 宇文渊封了五个皇后 虽然我们要救的是中宫大皇后 但救赎她不受伤 所以她的宫殿在西北面 得做很长一段 皇后不是有四道门吗 若是从北面宫门出去呢 北宫门从来不开 而且就算我们自己都翻过城墙 但带上两三个人 难免束手束脚 宇文渊首相那些高手 也不是吃素的 到时候只要弓箭手开弓 再派几个人合围 我们就插翅南飞了 那只能带着皇后 与两位小郎军 远路返回进来的门口 还得避开路上的巡守卫兵 直到有人接应 参见殿下 快快起来 我要阿爹 我要阿娘 主公和主母十分借挂皇后 与两位郎军 特地准备了些衣物吃食 并婢子等人入宫承送 都拿到内殿去吧 你们也来 给我说说府里的事 是 殿下 外头有人看着 这里说话外面听不见 阿爹阿娘 想必有什么话要你们转告吧 主公也有方法 就殿下和郎军们出去 还请殿下配合 见过皇后殿下 你们是 幻月宗燕宗主坐下弟子 编燕眉 这位是沈桥沈道长 我等今日受隋国宫所托 就殿下与小郎军们出宫 这样太危险了 你们有所不知 雪庭大师虽不在 但他的徒弟还留在宫中 为皇帝讲经 宫中还有和欢宗的人在 两位要带着我们出逃 稍有差池 就会功亏一篑 殿下不必惊慌 我们若无一点把握 也不可能兵兴险兆 可 这些侍女 与我素来患难与共 我们这一走 他们必然要说谦怒 听说殿下 与朱皇后关系很好 我们走后 你亲近的侍女 可以去朱皇后那里避一避 皇帝顾着我们这头 不愧想起追那几个侍女的 回兵郎军 一人怀抱一位小公子 皇后紧跟我们就好 鞭叔 鞭叔吧 大郎二郎 一会儿别抽声 闭上眼 我们走 殿下 不好了 陛下带着人过来了 快 把他们放下 我先出去迎接陛下 不知陛下驾临 妾有失愿迎 皇后气色怎么这么差 也不打扮打扮 我 妾惭愧 小舅子们在宫里住的可还习惯 还 还 多谢陛下关照 我们都很好 随过宫今日给你们送了什么好东西过来 我看看 都是些吃食衣物 不值一提 你 皇宫里要什么没有 你父亲也忒多事了 还专门让人送来 莫不是觉得朕亏待了你 陛下言重了 弟弟们自幼就没怎么出过门 父母难捏逆暗些 还请陛下误怪 你急什么 朕又没说不行 你抬起头来 陛下 朕方才就觉得你这侍女轮廓不错 虽然皮肤暗沉了点 但若好生调养 说不定 也是个美人呢 陛下许久未来 且日夜盼望 好不容易得见天眼 心中欢喜得很 不知能否留陛下用饭 你是什么东西 还敢要朕陪你吃饭 朕见了你就恶心 谁知道你会不会在饭菜里给朕下毒 陛下说罪 请 请勿辞 就生现在 动手 好 谁 有刺客 救下 快来救下 宇文昀身边的高手杰多 却没有一个处理之外 我去抓宇文昀 他在手 自可将皇后姐妹救出去 捞换到达解决其他人 等等 宇文昀身边 是雪庭城市 杀死他们 杀死他们 他没去尽量死 全给朕杀了 阿弥陀 请皇后和小郎君退入内殿 别出来 哈 哈 老兔驴 你以为只要护着宇文昀 他在 周朝就在了 尽力寻尽 你为只要把此都陀进来 你是奈何人 肉身边的贴族 赢了 这些人 最少的物质 太贴族 出了 一家人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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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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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